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间的天气状况 下雨下雨下雨 全台湾都下雨 受到了耐阁台风的外围环流 跟东北季风共伴效应的影响 所以今天呢 北部地区 东部地区不但下雨 而且雨势可能不小 尤其是台北盆地的偏东部的地区 还有基隆北海岸 以及宜兰 还有花莲的北部地区 都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这个地方呢 就是冷暖空气交接最重要的地方 那中央气象局的预测呢 北部地区 以及东部地区 降雨几率是高达百分之百 都不用这个怀疑 反正就是雨下个不停 而且中间雨势可能会有几个时段 雨大的不得了 就是你那个用雨刷呢 如果开车的时候呢 刷雨刷刷到最快都不够 就是完全看不清楚前面 所以请大家出门啦 开车啦 还有居住的环境当中 如果有积水的这个下水道 或者是可能接近三坡地的话呢 都要小心注意 好 不只是北部地区 东部地区会下雨 中部地区呢 也有百分之三十的降雨几率 南部地区也是英时多云短暂震雨 降雨几率也高达百分之八十 那离岛的金门 马祖 澎湖地区呢 也会下雨 所以提醒大家今天是全台湾各地 通通都犹豫 当雨势呢 以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最大 要小心注意好雨的状况 在温度的部分 东北季风并没有带来更冷的空气 但是光是降雨这件事情 就会让体感温度呢 感受就温度是下降的 好 北部地区呢 白天的温度是21到23度 因为下雨体感温度可能会更低 中部地区呢 24到27度 南部地区23到29度 东部地区是23到27度 澎湖地区是23到26度 目前各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 台南 高雄 宜兰 台东 还有澎湖都是23度 台中以及花莲24度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 是在上个星期五全数大涨 涨幅都超过了两个百分点 我们来看一下数字哦 道琼工业指数呢 最后上涨了828点 收盘指数呢是 32861点 涨幅2.59% 纳斯拉克上涨了309点 收盘指数是 11102点 涨幅2.87% 标普五百指数 上涨了93.76点 收盘指数是 3901.06点 涨幅2.46% 费城半导体 也大涨了93.06点 收盘指数是 2433.66点 涨幅3.98% 在这个礼拜五呢 美股大涨的激励之下呢 使得美国股市四大指数 在上一周全数上涨 尤其是道琼一周大涨了 5.7% 创下了今年5月以来的 最佳一周表现 那而且呢 它已经连涨了四周了 所以10月以来呢 它已经涨了14% 所以呢 那么这个道琼呢 有机会创下近40年来 最强的10月的表现 那标普呢 跟纳斯达克是连涨两周 标普一周涨了3.9% 那么纳斯达克一周涨了 2.2% 而非城半导体呢 一周涨了4.15% 那科技类股的涨幅 显然是不如一般类股 这反映了科技类股呢 在上个礼拜呢 几个重量级的公司 财报表现都不如预期 只有苹果 一颗苹果就美股啊 苹果公司的财报呢 市场解读非常的乐观 所以呢 使得美国股市 在上个礼拜五 四大指数 开低走高都能够大涨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 但是在油价啦 原油啦 还有原物料啦 反映的人就是 衰退疑虑的一个走势 我们来看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 下跌了1.18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 87.90美元 涨跌幅百分之 1.32% 而北海布兰特原油呢 则下跌了1.27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 93.77美元 跌幅达到百分之 1.34% 那至于在农粮价格的部分 芝加哥黄豆期货 是上涨了百分之 0.4% 但是呢 小麦期货跌了百分之 0.98% 玉米期货跌了百分之 0.37% 好 这是上礼拜五的走势 不过在周末的时候呢 有一个变数 那就是呢 俄罗斯呢 宣布要停止跟联合国 一起达成的 粮食出口协议 理由是呢 乌克兰一直在攻击 俄罗斯的这个黑海舰队 使得这个黑海的安全 没有办法获得保障 好 那么这个消息 会不会影响农粮价格 今天要观察 另外呢 在贵金属的部分 也是全数下跌 虽然市场呢 在上个礼拜上涨 是因为认为 就股市认为 整个联准会呢 升息将会从暴力升息 走向这个温和升息 但是呢 贵金属的走势显示 似乎仍有疑虑 所以我们看到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 继续下跌了 20.80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是 1644.60美元 跌幅1.25% 白银的期货 也跌了1.78% 至于铜跟靶金的期货 则是反映 这一个衰退的疑虑 所以呢 铜的期货也下跌了 2.57% 靶金的期货 下跌了2.12% 而每一指数的部分呢 则是小涨了 0.07个百分点 来到110.66 其实呢 欧元跟英镑对美元 在上个礼拜五呢 都是升值的 所以美元 其实对欧元 对英镑上个礼拜五 是贬值 但是美元 对日元 仍旧强势 那么因此呢 日元 现在呢 已经贬 现在呢 是贬到 147.42日元 对应美元 在上个礼拜五呢 继续贬值了 0.7862% 是促成美元指数呢 升值的重要原因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欧洲的三大 主要股市涨跌互建 英国金融18% 国家指数下跌了26点 跌幅0.37%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则是上涨了29点 涨幅0.46% 德国法兰克服指数上涨了32点 涨幅0.24% 好 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上个礼拜 我美国所公布的经济数据 其实喜忧参半 那么在支出跟消费的部分 支出跟所得的部分 美国的9月份的个人支出 月增0.6% 其实比预期来得好 所以消费者的消费力道 仍然就强劲 而所得的部分呢 月增0.4% 所得增加没有支出增加来得多 但是比预期要来得好一点 可是这也使得他们的储蓄率呢 降到3.1% 是创了14年来的新低 好 重点是在物价 那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呢 那么它的一般的这个PCE 年增率6.2% 比预期稍微低一点点 那么月增率0.3% 符合预期 核心CPI又上升到了5.1% 符合预期 月增0.5% 所以呢 从这个9月份的核心PCI来看的话呢 整个通膨的问题 其实仍旧 其实还没有任何的解决的一个 这个态势啊 因为8月份的时候 4.9% 9月份呢 上升到5.1% 不过一颗苹果就美国 那么苹果公司呢 所公布的财报 市场解读很乐观 其实它这里面其实有疑虑啦 就包括了它的营收 还有主要的服务业的这个收入呢 那么成长趋缓这件事情 好 但是呢 市场无视这中间的疑虑 然后上个礼拜五呢 那么亚马逊呢 也提出了警讯说 到今年的第四季呢 估计整个的这个 这个电商的营收呢 会受到影响 那么在苹果大涨超过7%的激励之下呢 美国股市可能会创下46年来 道琼最强的10月 可是科技股的表现是很糟的 上个礼拜呢 公布的四家科技巨头 包括了Alphabet 还有包括了亚马逊 Meta 微软 业绩都低迷 只有苹果表现 这个市场的解读是优于预期 可是呢 光是科技股的四强 市值在上个礼拜呢 就蒸发了3500亿美元 那么如果你看到说 这个道琼 拉纳斯达克 标普跟费城半导地 都是上涨 那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科技股的跌幅 其实是很明显的差距 非常的大 好 到底美国联准会 因为这个礼拜呢 最重要的就是 美国联准会呢 这个礼拜 举行利率决策会议 预计台北时间的 礼拜四凌晨 就会公布 他们最新的利率决策 目前市场呢 普遍认为 这一次势必升息三码 但是关键在于 如何预判 2月以及明年的 2月 预判今年的12月 以及预判明年的 2月3月 升息的步调 好 那么根据这个 一般高盛 是认为联准会呢 应该还是会继续的缩减 它的资产负债表 也就是QT 然后呢 一年人就会缩表 1.1兆 那么75%的受访者呢 认为联准会 反应过当 就是为了因应通膨 升息过度的几率 其实比它升息不足的几率 还要来得高 好 除了美国之外呢 这个礼拜 英国澳洲 也都会举行 利益决策会议 现在市场预测 英国央行 也必须要升息三码 因为它的通膨 其实比美国 还要来得严重 同时呢 它的货币紧缩 从10月1号 已经开始展开了 所以货币紧缩的部分呢 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升息 而且继续 已经是连续6度升息 估计呢 未来还要持续的 快速升息 另外一个呢 就是缩减资产 从市场上 把资金缩回来 这个是货币紧缩 但同时呢 新首相苏奈克呢 正在准备 要提准结预算的法案 也就是减少支出 同时还要加税 那么增加收入 估计要筹措的是 500亿英镑 一边呢 货币在紧缩 一边财政在紧缩 这可能会使得 英国衰退的压力 变得更大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在欧洲的部分 德国呢 上个礼拜所公布的 上一季的 这个计增的GDP呢 意外的增加了 0.3% 免于德国呢 继续走向 衰退的隐忧 但是呢 这里面 德国的通膨 人就非常的严重 公布呢 10月份的CPI 高达11.6% 年增11.6% 所以这使得 欧洲央行 继续快速升息的 压力 非常的大 另外我们看到 哥伦比亚呢 也继续的升息 已经将它的基准利率 升息到11%了 那么反而是俄罗斯 从今年呢 入侵乌克兰 然后将它的基准利率 紧急升息到 20%之后呢 连续6度降息 那么上个 上周五呢 那么将基准利率 维持在7.5% 终于止住了 这个降息 那么这里面 当然也反映出来 战事扩大 可能对于 这个 俄罗斯的经济状况 有影响 另外呢 俄罗斯呢 在29号 也是礼拜六的时候呢 宣布 暂停 参与由联合国 斡旋 主导的 黑海 谷物出口协议 它的理由是说 乌克兰一直在用 无人机攻击 黑海舰队 这使得黑海的安全 没办法获得保障 这个会不会影响到 这个这个礼拜的 这个农粮价格 值得观察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 BIS呢 所做的统计 全球的人民币交易的比重呢 已经从三年前的 全球占比第八位 然后现在已经上升到了 第五位 第一名当然是美元 第二名是欧元 第三名是日元 第四名是英镑 那人民币排名第五 那在这几年当中呢 超越了澳洲的货币 加币 还有包括了瑞士法郎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欧洲商会呢 上个礼拜 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呢 欧洲商会的这个主席 他提出了他的担忧伍德克 因为伍德克从1982年 就在中国布局 所以是欧洲非常知名的中国通 他说他现在担心的是 二十大之后呢 一方面呢 他担心新的班底 缺乏经济经验 他主要是内定的李强 还有包括内定主管 这个经济的副总理丁薛祥 而另外一方面呢 也担心跟西方的关系 持续恶化 所以呢 现在中国大陆 其实充满了不确定性 好 所以呢 这也使得陆港股 在上个礼拜五继续的暴跌 上证综合指数大跌了66点 收盘指数2915点 跌幅高达2.25% 深圳城市也大跌了348点 收盘指数是10401点 跌幅高达3.24% 香港恒生指数也下跌了598点 收盘指数是14829点 跌幅高达3.88% 好 接着呢 回到台湾的部分 台北股市在上个星期五 也是开低走低 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是下跌了137点 收盘指数是12788点 跌幅1.07% 好 那么这个美国股市呢 在上个礼拜普遍的上涨 但台北股市呢 在上个礼拜呢 仍旧是持续的下跌 当然因为上个礼拜五的 美股大涨 所以呢 使得在礼拜五晚间的时候呢 在美国成交的ADR涨多跌少 台子旗的夜盘呢 也大涨了158点 所以今天有机会开高 可是呢 整个的情势似乎呢 对于台湾呢 还是有很多的变数 蓬勃呢 就提到台湾面临多重风险 一个呢 是通膨居高不下 第二个是地缘政治的紧张 尤其影响的是台湾 那第三个是 全球对于台湾的出口的需求 正在下滑 从9月的这个出口 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好 另外我们看到是 统计呢 在半导体前十大公司 不管是金元代工 记忆体跟封测 都下修了资本支出 估计呢 前十大公司 砍掉的资本支出 就高达了6000亿新台币 反映的是半导体的前景 好 但是呢 摩根斯坦里呢 则是认为台积电的股价 可能已经超跌了 是不是如此呢 可能要看今天的走势 这一个礼拜的走势来决定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 谢谢